小鹿城 这两个英雄没有见到上场真的是绝对我觉得有点奇怪 上了一把城 上了一把城 只能说我是非常看好野军英雄的 还剩10秒 有赏金的话野军英雄就上不了了 哎这把剩下好多 好多英雄没上过 老婆你QPRG不学布林克的呀 谁教你的呀 哎呦要被电脑翻下了 还剩10秒 剧毒还是有上过的虚空是真没上过 白牛巴拉斯 巴拉斯赏金链 这两兄弟烈死路 只能说碰到打脆皮英雄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皮够脆 好吧 皮够脆 随便少 还剩10秒 多上一些冷门英雄嘛 多上他这个游戏 好玩就好玩 在英雄多 这种搭配 搭配的光 屠夫都没见上过 只能说这次 这次的TI 没有什么 就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体系啊 英雄上场 对 像炸弹海明都算是老体系了 都不算新体系了 哦雪魔啊 都是天梯打烂的英雄 5秒 对 没有上过 很牛逼的体系 这些解释 这些火猫被斑了 以前网界TI 都有一些大招的 什么 TI3 balance 那个TP 5人打肉山 是吧 然后 TI4什么小鹿拍拍一起打野 两分钟打盾 然后屠夫泉水沟 那些东西 每一系TI都这些想不到的 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现在都他的观战系统和观看比赛的一些东西 每个队 对其他队伍的理解越来越深了 这东西拿出来别人就知道你想干嘛 对 我觉得这东西不靠谱 别人一拿出来小鹿拍拍就知道你要打Boss的东西 只能说还是有一点我们学到了 就是崩溪的那个杀鸟还是比较灵性的 这些TI就是什么赏金杀鸡 什么电魂血魔 就这些东西 半铁子 但我觉得有一种东西是可以回头打一个回马枪的 就是那个Alan使用的5人TP打肉3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打个回马枪的 影魔现在这么火 露娜也经常会选 你选个影魔露娜双合 其他的随便配 随便配几个英雄 配个双进战 扛肉3 再打一个回马枪 打一级肉3 我觉得别人想不到 但是这种比赛都是很多都拼命用的 还剩10秒 万波 感谢感谢感谢 像一级肉3这东西 只要没人用过 还剩5秒 别人就很难想到 就很好去去打 而且现在没有哪个队一级会往肉3 那个地方看一眼吧 一般出门就是固定思维 一批杀眼 或者说出门一直往边也去跑 先把眼差了 确实现在警觉性都不高了 我记得以前打TI 基本上天辉出门5个人都 都要往肉3那个地方走一下 对 怕别人一级偷肉3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种警觉性了 有人说现在要抢符的不好打 现在你那种光环流阵容打肉3 应该是符都没刷出来就打完了 基本上只要是三个远程 就可以打肉3了 还剩一 只要不让肉3在前期踩出来 基本上得配 有个时候说肉3加强了 是吗 是吗 对 看连强盗一击打不过吗 那也不至于吧 我觉得 你只要是在刷兵之前 能够把肉3击杀就可以了 有个影魔有个面 我个人感觉要打肉3的战队 肯定是要心理素质很好的战队 前面赢的比较多 心态太好了 说到这个肉3 去年牛逼不就是狗哥想出来这一招救了他们吗 对 他们就是被打了个肉3 去年他们是被水一战 他们是最后一把了 那一把输了 他们就直接走人了 他们是前面那把大猎被判 那把很不好打的 从事实上来说 你要敢打才 才要敢打 就是要人高胆大 有时候打比赛 要输得起 而且 你这也怂那也怂 是吧 不是怂输背吗 体恋一下意见 还剩5秒 没人打肉3 为什么不打 现在 哪个队你就看到那么多场比赛 有哪个队出门是往肉3 那个地方去算的 没有 我是没有看到哪个队出门去看肉3的 而且高胆大 打肉3的这种也不是没有 像TA啊 影魔啊这种 经常被选出来 这种东西 好难怪老子打得这么小 人高胆大 人高胆大 还剩10秒 还剩5秒 还剩5秒 启用备用时间 你是觉得本届TI 没有让人眼前一定有东西出来 龙神龙神 本届Ti有外援的中国队 都雪崩 城镇中国队都好讲 诶 这道理是有点 有刀柳 威姬 单兵 Ti Empire's turn to pick 刘币没有啊 KING KONG是四川人好吗 你别黑他 都别玩笑嘛 我把金销局当韩国人了吧 开玩笑嘛 韩国元首 将军这两年直接打的伤啊 头发都快打没了 我操 铺顶的都 还剩十秒 今天我军 以法TA 这龙个影啊 第法TA 我发现一般 第一把输了 我觉得帝国应该是怕TA后期打不过了 不补个合 打猴子 对 但是MVP这个阵容他们第五手很关键啊 法系爆发 第五手一定要法系爆发 果然是超强法系爆发 琳娜 必须法系爆发呀 而且这个琳娜会比较舒服 有赏金的帮忙 打贴本来都是好打的 这些天你们有没有发现外国队打的都 都算是比较稳的 他们 输了一场之后他们拿下一把拿的阵容就特别的稳 像 都怕输都怕输 都不想输 都是求稳的阵容 像这把帝国他们上一把说也是TA加敌法双合 很稳的后期 上一把C回的也是 以魔加敌法双合很稳的后期 其实这种往往你输了你再去求稳 只会是得起反无是感觉 特别是C回的那个阵容 今天看比赛感觉还不错 至少没卡过 请做好开战准备 这把帝国的阵容虽然说脱 但是前期也不算弱 有四王家海明这两兄弟 他们这个敌法有点屌啊 就是赢老干爹的那把敌法 对 塞冷 塞冷 这个敌法是我要给个赞 我觉得网界提案应该是 要打到赛点的那一局 下一场比赛的两队队伍就应该要进一个房间 还应该看到场景参演了 看到了看到了应该看到了 这些提案有没有看到瘦王上 我觉得瘦王上没有 我打过这个飞特打过一把 一直有一把飞特打过一把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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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一个比赛英雄 是一个比赛英雄 射王是个大赛英雄 对啊 射王的那个中中后期的一个视野控制很关键的 关键他那是打法 大吊罗斯林书 什么十六七分钟给你来本三级书 你雪崩 这边帝国是出门两组真演 征战号角 我觉得瘦王的英雄蛮厉害的 打大赛 很凶的 听说那场就是白鸡凤林的那场 是吗 那场 这位英雄 打比赛 他有个鸟静的视野 看着对方开不开悟 打不打干客 很有优势的 有主动权 对面开悟也知道 对面干客也知道 他就 他就不会犯什么太大的食物 被人抓什么什么这类的 别人中路烧老一下 我 我 从对线对的好好的 被赏兵这个英雄给A两下 我做两下好不好 要A两下的 套血也可以套DH 看我感觉慌了 第一个折光不到还没不到 这样这个 跟S4有点像你没发现 下塔正受到攻击 而且这个兵线很差对他来说 他跟S4有点像 他一击勾兵也没够好 又没又没不到 无脑擦了一个针眼 这赏兵过来就被赏兵吃掉了 怎么不应该要被打没了 被打一套 被恶心到了 他被恶心的很烦 看QO这个气势 追着点追着 我刚刚是人工姓氏 不是鸡运过来的 你吃掉小鸡在旁边 他还没吃住 他还没吃住 他满不了这个针眼的 要30秒 还好 线过来了 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 上路什么情况 上路 打起来了 你好凶 海鸣很危险 应该死了 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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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问题了 但是赏兵过来 正受到攻击 哎呀好关键 还有这个一选 挺快 这个大哥本来节奏很差的 拿了个一选 死亡海明要两击才厉害 为什么他们一击就对面回到这里了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了 死亡海明被猴子跟渥迪给杀了 我也是退了 他们两击随便杀无意 冲点就死了 打这两个跟打仔一样 还是那个问题啊 一个队伍气势被打下去了 上一把输了气势被打下去了 哎 都瞎出手机 哎 瞎出手机 不会被敞进来杀吧 这光开啊 死不了应该 脚消失 也被打得蛮惨的 哎 哎 哎 那边Lina在截他 他不敢走 哎 还在追 不会死吧 马上折光了 应该 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 但是很奔 你这个但是雪崩啊兄弟 被打得跟狗一样 中路的Lina起飞了 他根本回不去现在 关键还是他们线上压力压压力太大了 敌法要保 白牛为什么可以在敌法和痛苦之源的压制下一直在补刀啊 一直在补出个穷鬼盾打不死他 打不过啊 讲道理 讲道理这两个是压不住白牛 这白牛没磨 你敌法砍他不掉血的 讲道理是压不住白牛 六点甲 穷鬼盾 哎呦一直在补到白牛 好开心 哎呦又补一个 鞋了 关键这痛苦之源一走这敌法也被压 对 讲道理 没磨到一个全怪盾 白牛抓的地方 打出被动的地方就要跑 而且你看敌法没补给了 你看这白牛 白牛也没补给了 白牛运吃出大药 一个压两个 对 他只要运药 凌信一下 敌法也没补给了 不 我觉得这个白牛可以运个芒果 打敌法 运个芒果 对 运个芒果 这边痛苦之源没状态 突然一个芒果一吃葱脸 芒果加吃素嘛 都可以 他运芒果的话就有机会击杀了 他们这两个是露击 痛苦之源保敌法 我不知道是什么鬼 蠢了不能再蠢了 祖哥 但是这个白牛还是零心不够 没有运药 他运的药真是把烈士路带稳了 没钱 他就账户赏金 配合猴子杀海鸣 还没有雪球 杀不了的 杀不了 杀不了 中路TA 哎 TA经验经验不落后 应该是赏金分了不少经验 赏金在中路里达不到经验吧 哎又来了又来了 大兄弟啊 这TA好烦好生气 但是我看这TA也被压的不是很多啊 没被压太惨 可能是Lina自己空谱落了不少刀 我感觉 他中路走了好久 这Lina居然遇到高几个捕刀 他是在下路河道被打回家了 你想想 一路走回家 还是被赏金的毒球标打的 在对着打的 Lina落了不少刀 至少要领先一倍的捕刀 不过他们 Lina落的刀呀 5分钟 20个刀 现在就不好要贴了 TA5G了 他们白流跟牲口一样堆着敌法堡 Lina要杀帖吗 有机会的 这不是有机会的 有队光 哎呦 秀他 哎呦 三斤差点被塔打死了 Lina还要杀 还是被碎住 碎了 这比好视觉 姐又被打回家了 好惨啊 白流补刀的时候呢 好给力啊 冲一下 反正要被血没磨到 冲一下 要去冲 敌法血 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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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刀倒是不落后 虽然说白牛一直在烦塔 但是补刀不落后 5G白牛 3G被动 敲一下就是100多血没了 买了个毒球 好过分 要吃了敌法吗 他要就是想把敌法吃了 正受到攻击 敌法被A到就有点头痛啊 要比之前的耗血普攻 多掉一点血的 多被打一下 还有减移速无限追杀 他有冲 他有一个冲的魔 这敌法加了3G的黄点 他在等赏镜来吗 赏镜没来 这个痛苦之言好惨啊 没没没没没了 没没了 弄逼了 两兄弟根本就打不死白牛 白牛无限飞 其实帝国 太陈了 哎 总络 又是个TT到 还好他有折光 问题不大 他们这个海明明星应该早就会动的 海明来一下其实有机会杀这个白牛的 宝哥真的是你以前告诉我的那个帝国天才少年吗 我记得以前宝哥说 现在有个天才辅助你知道吗 好屌 好屌 你一心就都没了 好蠢啊 你看白云好凶吧 通过这男人这样了 这白牛要死啊 还要A来好没tp 没tp他死了 不平要打 有冲有冲 一把地方没有被动 看下通骨罪 没母 这啥不是吧 没母 送了送了送了 哎呦我操 敞开通骨罪人通骨罪人要死 韩国棒子我操 你看第一手 白牛还没死 丽娜也 减速 但是没人踢吗 还有晕啊 一个踢 地方没躲掉 为什么不把 三个也是没太多了 又把狮王 又把狮王给杀了一刀 帝国有点崩了 这帝国有点崩了 有点崩了 这什么帝国啊 有点崩了 这个帝国是起初的帝国 根本就不扎实 瞬间被人摧毁了 猴子没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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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灵性了 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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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路忍不住了 躲一下没躲掉 压路街还是屌啊结果 白牛也是死了 白牛被敌访师给收了 别说他这个 讲道理的话别看 别看白牛一直在打 但是敌访师的经济怎么这么恐怖啊 因为他的补刀没落到 他的补刀全在那里 这个B体码是真的有一套好吗 他真厉害 毕竟是能干老干爹的地方 对 他补刀没落下的 哎这名帝被被冲了 这两兄弟白牛几级啊白牛六级 正受到攻击 有粉 再一下 再一下 哎 狗狗被扑了 他没有帝 他们有学帝的这个帝 有机也没受到攻击 他们这个队这个辅助确实是被打虫了 说实话 什么呀 你打虫了呀 气势被打没了 很多队伍都被打了 对吧 帝国一个英雄好吧 哎 这海明一路了 哎 滚错了 滚雪球 还在被你死 但是来到死了 被弹了一下 海明这个英雄其实前期挺好 挺好动的 走过来被毕童的 好球要打的 看不下去了 哎 海明是王被窝帝跟猴子压了 肯定是他们菜啊 人菜 不是一般的菜 这样打的打小朋友一样 正常打就是 猴子给我挂鸡好吗 这把帝国就赢一手三人的地法了 只赢他一手地法 他这个地法补刀好稳 他甩猴子九千 九百 他总共就漏了十个刀左右 他总共就漏了十个刀 白牛骚扰的 白牛像牲口样的 十分钟 七十多个补刀 你补刀手感好好 看他补刀 他总共就漏了十个刀左右 关于他前面跟白牛对线的时候 一打一是被压的他 你是一把刷子啊 但是他在地上 他就被他人的刷子 那他人的刷子 没有明显的海银 没有明显的海银 逛街的死亡 我操 这死亡也 又回线 线上只漏了一个恶品 Yuki 页白 正受到攻击 他也不分路 你看他也不分路 白牛冲了过来 封了 大刀对海民 赏金输不了 还有标记 完了完了 这是把鸡蛋挡掉了 我地也大 这波不好说 猴子也大了 雪崩 雪崩 两个标记 两标记加送了个墓碑 但是痛苦资源 是在上面把赏金给收掉了 正受到攻击 叫敌法被冲了 这对吧 就靠敌法师了 13分钟夹的广队 多少不能断啊 受到攻击 他不死的话 完全13分钟夹的广队 你解肥 但是他对我冲得太厉害了 全面加固 夜眼下卡 正受到攻击 敌法肥人打过好 猴子吗 龙神 敌法 看甩猴子 做到经济了 甩的多的话 猴子是很难受的 感觉要装备领牵 领牵也有这个 对 平平等装备 敌法是打不过猴子的 哎 这边是逼过来的 这地方 看白牛人品了 看白牛人品了 小兵在卡位啊 没事 他们现在全靠敌法了 一边敢吃饱敌法 他们就死饱敌法 敌过还有出会 哎呦 上去这个标 谈了三个人 好痛 中了中了中了 有标系的 这波 世王 木飞 你这边走 木飞前面放过了吧 哎呦 大大爆炸 完美大爆炸 救生以后是 一化三 这波 牛太重了 敌法也拯救不了啊 这边是谁啊 敌法好惨 他没地方打钱了 你们发现 下路被赶着跑 他就要赌钱 不然他13分钟可以 打就成战了 现在猴子打架比敌法厉害 敌法被打回家了 上路不行吗 我感觉可以去上路 没必要回家 这点血量怕吧 天辉下塔 正受到攻击 因为他不知道云古被分了吗 可以说这把帝国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让巫医跟猴子太肥 导致巫医过早的倒溜 根本就打不过了 刚露线白鸟就冲他了 这个地方好难打 他都不轻松 我让他打钱的 而且还有一个赏金 你打钱赏金就过来标记了一下 天辉下塔 正受到攻击 直接避走 好猥琐 银线啊 本来是11分钟狂战 这样被鬼了一下 他的那个 防游者能力确实很强 就赢一手敌法师 其实赏金跟白牛是可以杀敌法的两个人 赏金 白牛 这边赏金看到了 我感觉他出事了 感觉1200血 他们杀不死的 赏金过来就反杀了 天辉下塔 这个位置他应该是分 我感觉塔下应该是不敢杀 哎 他那个真眼 灵性 大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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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蒙逼了 过分了 这个有点 刚刚说他屌 刚刚说他屌 差多少狂战刚才 凉波 差凉波了 凉波 凉波 只有凉波 血崩 救不了帝国了 帝国已经被打懵逼了 这边猴子的机器都要赶潮 敌法了 帝国不行了 这士气没了 韩国就非常厉害 明显 韩国的士气非常的凶 对 就在韩国的这边 除非这把缓缓过来 就看这敌法 能不能带他们缓过来 防不过来就雪崩 TI就是这样的比赛 只能说敌法 需要一个TAM 有一波给他收割的机会 踩着队友的尸体 把经济踩到全场第一 这敌法本来很肥的 被震对了几步 刚刚那波自己送啊 哎 从来 是我 被海明救了一手 兔子的拿大上机 不配一顶 这一波 上机要命秒 这次还在冲 好多点飞过来 兔子的还是挺热的 追一下自己 这波打不过 天舒服好低 这波 哎呦这打得 哎呦终于怼死了 回来恩下 无意的大 我带着一个 好多人 我带着很多 哎呦被海明滚了 几乎一样的过来 这波海明灵性了 关键 需要一个这样的TAM 啊 有些TAM 说错了 SALENT 很需要这个TAM 舒服 这波海明灵性了 终于灵性了一波全场 这波MVP凶得过头了 散经机先被秒了 就不该打了 他们顶着墓碑在打 对 白牛骑了 就不应该 就不应该冲过去了 就卖赏机了 还不冲过去 这波MVP没那么风的 就是一个赏机 就敌发 TAM 来了 TAM 敌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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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把视角锁定给敌好 我觉得 这个大哥的敌发还是有干脉 这波T也肥了 直接跳了 敌发就需要这样的TAM 我觉得帝国战队 凭借死亡的墓碑打塔战 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有的有的 敌发打塔战 这边在MVP上了 虾出来了 虾别出来了 有没有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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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灰中海 还没也带过来 海牛 下神拳 再讲道理的话 再次参战都谈起来了 我自己的大功能 你哪也赶过来 体验再次倒下 卧槽 从地下海牛 也被带走 这个失望我不说了吧 毫无灵性 毫无灵性 就把木飞放出来吧 把木飞放出来 就没有 就把MVP这么打不赢的 有木飞不会这么 对付不会崩得这么彻底 我认为这个失望毫无灵性 我只能说有时候 你太想一个比赛 往往会让你的失误越来越多 我感觉他们就是太想赢这个比赛了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天灰中塔已被摧毁 水锅又是刚才那波白打 安怕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 中国巨员看到了一个假眼都不敢去反 白六 韩国姐说现在一个在吹地逼 一个在复活 哎你们睡觉了万般 小羊生间睡觉了 就应该收口就来电脑吗 暂停啊 去给钱去给钱 我给 这边四人开悟蹲敌法 这颗TA都来了 能靠敌法了 讲道理吗 说了很早就注定了这把帝国就赢一手 祭品了 敌法已经祭品了 白红来了不讲道理冲 对我在这堆 你把帮你走 把他位置拉插 白红还是比较理智的没冲 他之前讲道理了 对之前有点不讲道理 现在突然就跟你讲道理了 对就是灵性啊 现在都有灵性了 只赢一手敌法 又冲了又冲了 哎哎 不是你 这波是他单冲啊 拗凶 拗凶 不讲道理啊 不让你打钱吗 这是 不让你打钱 白牛出了个勋章 16点假 打不三 这个勋章出的还是有点心 帝国肯定放啊 这就看地方刷刷起来 什么时候 但是帝国有个技能 叫高地木碑啊 打不过这边 卫士甲了都 哎 帝国要接这波 但是来 来 来不及了 好像 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 赶紧 高地木碑 把木碑放出来 高地木碑 但是窝地这波有点爆炸 在这边 打爆炸 打爆炸 帝国队伍好像要赢的样子 要赢要赢要赢 要赢要赢 全是小僵尸 全是小僵尸 哎 画像的多 一百多之 哎呦 开了 刚才 开我 全是一个都有 哎呦 红色围了 打不了 怎么打吗 你说怎么打 刚才还那么多 一换 一换五 高地木碑 还是掉了 兄弟们 不要掉 白牛 还没了 还没 这边要拼贴 敌法 敌法 带盾了 敌法 敌法 带盾 白牛买活死 又是两个买活 哎 这波雪崩啊 崩壶见了 没见过这么雪崩的 我只能说高地木碑是真的屌 高地木碑太屌了 生化危机了 刚才 没见过这么雪崩的 二换六 加三个买活 加入三 还是优势局 你看现在MVP人团是领先的 再点一个恢复 局势顺息万变 好吧 MVP 这又要回到五六六之前说的那句话了 是吧 优势 不要打肉身 真的别随便打肉身好吗 尤其是有狮王这样的英雄 一波回到 两个点都哭了 狮王什么都不管 他先往高地冲 放个墓碑 他就知道这波赢了 对对对 这个高地木碑有点爆炸 一切往高地一切放 远崩对面 教室的生产速度 我操 国安建斯肉山的血量太低了 MVP这边根本就走不开 有个半血走了还可以拖着 你别打我也不打 还可以接受 但是那个血量 MVP只能硬着头皮打了 高地木碑 而且刚才MVP刚好赏进的卫士警甲刚吃过 没有卫士警甲 龙神龙神韩国解说老玉血了 韩国解说快哭了 我刚听了一下 白牛又是不讲道理的送天 没出飞动人品不是很好 自拉到赏金 赏金 这个大哥人品不好啊 赏金被击杀 他们追人是这样追的吗 瞎逼追 追了一条街 韩国队说实话打起来有点不讲道理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经济虽然说领先 人头领先 但是我觉得他们没优势了 你看白牛的经济雪崩啊 不不不 你看敌法的群体 你看敌法 白牛刚买活死的 白牛群体很肥了 猴子也买活 现在猴子打不过敌法 猴子现在没什么战斗力 对 看敌法经济 一扎开猴子三千了 韩国解说快哭了 那么大优势打成这样 Silent 我觉得帝国这一手敌法师还是不得很防 很关键 在如此局面烈的情况下拿了一手敌法挺凉住 那他们后期有个保障 反正这笔敌法很屌 哎 这边先走 这边这边敌法 怎么又是啊 你不得还没 还得有个冲 我被躲了 没有死 还滚出来了 但是这边就能被打算了 敌法收割 敌法在生活危机了 又是一大堆僵尸啊 要崩了吗 难道人天 直接捡起来 僵尸王打卡还是厉害 僵尸狂草 厉害啊 夜宴狂草 好老子去哪天 老子又一起去啊 老子都是屌啊 刚才肉赛那一波 我看了是这个僵尸王 四杀 天灰 还好这边 他有卫士金甲 冲一下 敌法师 反打 现在帝国三雄 没留人 帝国三雄开始不讲道理了 夜宴中塔正受到攻击 这边敌法马上能够 身心分身了 哎 这个鸟有没有零星 零星 夜宴上 一刀 一下两下 一千四 这应该是谁的微光 那个的 狗子有这个 死亡的 幻影冲锋三鸟还是可以的 看看鸟这冲过去 但是男病了 现在 实际国形势很好 那他还是男病了 迪法说上一版上一部MVP还好猴子没死 猴子死了 真可以记了 猴子死了买了 还是死了买活 刚才没死 哦 刚才没死 刚才没死 肉山死了 我们那一波是三大哥买活 白牛然后买活死 这迪法觉得好 你是想要上这吗 等我吃 迪法已经蒙改了 没事喜欢打肉山手劲 猴子这一波更新了一个闪尸 迪法开始不讲道理了 他有点不讲道理 他拿个加速盒不讲道理 有点讲道理嘛 他之前被海鸣那样打 被那个白牛那样打 也该他不讲道理一下吧 生气了 叶眼上塔 正受到攻击 马上就分身了吧应该 但是鸟死了 用不到 你要推二塔 这一波要推二塔 你买一队 叶眼上塔 已被摧毁 这一波TA也很强 TA是BKB 哎 走了 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打船的每每个巫医的大招被断 都是被这个敌法断的 针也是敲了 无所谓 看 刷起来的 TA呢 TA这边是直接更新的BKB 看到今天的TI 我觉得最早的是什么 最早的是BP 对 今天的TI 每个队 每个队的能力都很强 真的就看哪个队BPB的好 阵容拿好了 好打好多 今天的BP手才是关键啊 一看BP 二看发挥 三就看命运 每个队伍都有赢别的队伍的能力 钢鸡 海铭抓了 每个鸟是在 哎哎哎哎哎 马银送银啊 宝石也掉了 我是真的是醉了 我是真的醉了 这个鸟上带着宝石在那晃 宝石还不是厂经报的 是鸟报的 是鸟报的 这个帝国已经血转了呀 转了呀 宝石找回来了呀 宝石拿回来了呀 我也不知道谁操作的那个鸟 鸟上有个宝石在那里飞 看着赏金死 他想为赏金心活力 赏金吧应该是 那个地方只要赏金 自己弄的吧 应该是要自己弄的 几乎数 也贴也刷起来了 本来贴经济很差的这把 哎呦赏金大哥负极了 疯狂满眼 暴走 他的位置仅仅6分钟前输的 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更新 这边计划因此分身 加2500的存款了 还好这边MVP有个大盒猴子 不然他拖下去不知道赢什么 一怕打猴子要出BKB啊 不然被血磨了就血磨 一怕打猴子要输出桩 就是猴子那幻想一出来就被离青了 BKB大兵啊 大运要的大运肯定要 没BKB也打不了的 幻想多了他自己被磨了被血了 BKB也要 很怕血磨 一怕 很接血磨猴子 他应该是要被BKB 本来他肯定已经买晕 晕垂了现在 他好像是想做蝴蝶啊 你看他这个鸟往野蛙上边飞了 哎 白牛冲的水 动骨资源 哎呀要不要 哎动骨资源被白牛指 哎呀要不要秒了 哎这不能打过 白牛冲的爆炸了 猴子猴子 这不能打过的 哎地方被弹掉 要走 冲刺冲刺 冲刺冲刺冲刺冲的天 白牛冲的天 要走 海明这边 这边猴子收割 海明应该是死了 海明弹了 雪宫 被磨了 不是啊 他们刚第一时间 自己走啊 两个人顺倒 敌法跟贴 自己走就可以了 MVP 我操 打顿可以打顿 白牛人平好 从那个痛苦之源 是冲过去 就出了一个被动 对 死亡也被 感觉是被吹风 一大秒了 对吧 白牛 出了被动了 直接把痛苦之源秒了 太关键了 关键了 痛苦之源放出 不好说的这波 反正我不知道白牛 我在干嘛 这一波 他放出一个碎 死亡不会被秒 就不好说了 我感觉MVP 只要利了 不然秒 团阵还是 好打的 这边无疑是A仗了 好 还有刚才迪法没吃吧 没吃没吃 他买了一个蝴蝶 又吃了个出装 迪法引线猴子一个大剑 可以 就靠迪法 但是如果等 尼娜有了A仗之后 这个兵 迪法还是有点虚的 血量有点低 他蝴蝶龙心 他的出装 打法就是这样的 蝴蝶 哎呦 我爹 炸了 哎 刚刚 黑了 蝴蝶 你信啊 出的还不错 我爹 都是 A仗 是可以打团 一天的 我爹 炸 其实你们有没有 注意到几波团战 无疑的大刀都打满 都是打满 都是被 10分钟开始 他没人断 只要海鸣的滚可以断 断一手 他每一波大刀都打满了 现在有了A仗 我感觉MVP要逆天了 这个A仗 迪法如果断不了巫医的话 肯定要针对巫医的 哎 这边MVP开雾了 我只是有飞鞋了 藏衣 看他说 对他踢出了 这个飞很关键 你咋在对方 没秒掉 我们不放木碑 哎 他又不放木碑 被倒了 没有木碑 那边迪法 出问题了吗 吹了下 迪法被吹了 空穴 要死 哎 这个狮王 好蠢 干了给的 他刚才觉得有机会放呀 迪法是买不活的 他蝴蝶没运到 光光光 破路了 迪法闭破 干了给的 MVP 可以啊 MVP MVP 这个是我们静静地听一下韩国解说 可以可以听一下 MVP MVP 这一波 狮王 狮王为什么不放墓碑 是一个 是一个谜 他这一波不放墓碑是一个谜 他给自己一个加血一个墓碑 他被队友救了的 这个队友说 应该是抬了抬手的 正受到攻击 人说他们对吧 唯一两个正常的就是TA跟敌法 其他人已经 懵了 TA也不算正常 你拿一张了 TA还好吧 这把前级挺崩的 心疼这个敌法 这个敌法还是很屌的 前级扛压补到全场最高 现在还是领先第一的 带不动啊 A仗啊 多了 你拿一张很克敌法 敌法上次敌法就容易被秒了 五叠敌法一千几的血 碰见一个Lina一张 一间掉一大半 见面一大半 对的 这是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Lina可以见面 甩敌法一打 天灰上塔正受到攻击 你上来我就给你打 一半血直接让你没 没起来 这边又迷 大招地往过来 卡尼娜往后推 来了一个 这个大招要爆炸 这个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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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死 还有差一点死 通过这边拿大被海鸣滚了一手 还是要死 还留一个冲 冲了天 过地的力量没上 各种被动 Lina接个踢 一个大招 猴子被秒了 这边是藏掉了猴子 猴子 你把猴子没有飞过来 无疑没卸掉 还有个Lina Silent Silent Lina要死 左踢 那个冰是被谁杀的 敌法 他飞 灵性啊 他冰是飞脸的 猴子好惩 他飞脸 首先是敌法跳过来 一个大招 带着了猴子 然后猴子飞过来 被他把冰A了 没有 我觉得猴子这一波 他飞过来是送 大事一去 还好没飞过 飞过来 他也要送 他飞过来干嘛 大事一去 一个满血敌法 这个时候不是谋改吗 人说Lina一倒 这边MVP 这个战斗力就 完全不行了 她第一波没死 Lina只在大空穴跳走了 给她秒掉 这个很关键 敌法下一波要金箍棒 不然的话 停不了方向了 这样刷下去的话 敌法马上要插猴子 一万经纪了 谁要金箍棒的 你看猴子 不是龙心也不行 被Lina一个大一甩 越红啊 有个买活吗 我觉得旧龙心 旧龙心 必须龙心心吗 必须龙心 那个MVP的白牛 不要在哪 他如果能打个敌法 帝国就输了 Lina一张 他扛不住 对啊 他旧龙心是最好的呀 但是我感觉他如果被猴子 幻象砍得没磨 他也废了 他输出够的 你相信我 他把这种猴子 这种猴子就1500血 幻象能多肉 分裂 独自刀就死了 蝴蝶做不出来的 短时间之内 但是猴子如果 跟不出蝴蝶的话 还好 跟不出来的 你看他钱吧 他平时没跟 他当买活的 650的经济 他跟出来钱 猴子龙心买活肯定 没必要没必要 了 他的技能输出已经很高了 300dps ill rồi 但也刚出了 大神这个幻象了 散臂又不是无敌 他是散臂 百分之 30%左右 他 Heb il 确实 猴子刷 Halloween 至少还仍要 因为他可 可以买活的 他肯定有买活情 又是 人 就是 猴子出了蝴蝶 他也就是1500血 匀也就百分之30% 没那么恐怖的 而且 你看Ti是出金箍棒的 Ti有金箍棒了吗 那可以 你Ti有金箍棒就可以 反正至少有一个金箍棒嘛 韩国队这把不好赢的 有这个敌法大哥在 他荣西输某改啊 他刚那波扛住了 然后他对我这把那个死亡打得也不好 高地墓碑那波亮了 这种敌法只有队友抬他一手 他是死不掉的 不管是通过资源碎他一下 还是海民滚他一下 哎这边打了起来 白牛 看一下 还是在冲 被碎了一手 无一个大招 你打满了 但是Di把他表欠 Di把是这么切入行 Di太关键了 Di哪 Di哪也是倒了 Di哪死了 Di哪死了 Di哪谋反 猴子 猴子打敌法 水脚 到底是水脚 还是一个一打三 这个敌法一打三吗 打不过 打不过 一打三 队友太弱 我只能说队友太弱 太不给力了 他把屋一秒了 他有龙心之波可以高 但是他没龙心高不了 干猴子干不了的 他没磨的 就血波 没放红针放似 干猴子的话要有个BKB 你被猴子打散射 你把猴子打散射 你把就死了 天灰下塔 你把那个切入很完美了 直接秒的无翼 问题来了 那墓碑呢 墓碑放了 放了放了 被倒了 这个时候墓碑没进去 现在墓碑 猴子两下就把他切了 被猴子秒心 这边天灰不能买了应该 天灰可以吗 你把这可以跟龙心了吧 要不要跟龙心打一波 这路要放了 那很热的 地法拿到了龙心 上来钢了 带着冲一手 你把大家放了 你把还真熟了 光有微光 开了地法一手 担千斤了 地法师 也活了 开了点危险 你把这要放 哎呦 我没吃 但是这边有手 你的标记跑好快 我第一个大招 速度打满了 打的是天 猴子后排收割 天开去被隔壁的跑 哎 白牛 这还没过来 这边打不过地法 那边打不过猴子 两边大哥都在追着加油打 两边大哥都太凶了 一边打不过猴子 一边打不过敌法 这条路是守住了 但是TA再次阵亡 天灰中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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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蝴蝶了 这个敌法就真打不动了 蝴蝶了 蝴蝶了 已经蝴蝶了 他需要个金箍棒 现在很小心 他扛不了 如果猴子直接A他的话 他扛两下就没磨了 没磨他就没战斗力了 猴子没pkp很怕被猴子欠磨了 好烦 这种局势打个7-2-8的一个数据 确实屌了这个选手 猴子也也不错 这个时候敌法只想说一句话 兄弟们你们坦得累不累啊 差不多人的兄弟也给点力啊 还好白球没充 哎 哎 有诅咒 哎 哎 好快 一下 铁法被带走了 雪崩 雪崩 我刚买不了心了 能买能买 铁法能买 突然多了 能买能买 十块钱三块钱 下塔破了是吧 突然多了几十块钱 下塔破了 突然多了钱 破了个下塔 没那个下塔破的没那个钱 安排要去高台墓碑 让他们很爽 刚才那波要打 现在高台墓碑没有了 这个墓碑是迷路了吧 这里啊 大哥 他怎么明显这样啊 兄弟啊 四十分钟一双密把鞋子通过圈 走到这个位置了 好过分 密的好过分 太过分了 九级四十分钟 我看不下去了 这个赏金 这福不给猴子吃 应该保险 已经有一个人 还没有 放出高台墓碑 对了 林达也是倒下 依法 完全干不动 不清楚 哎呦 等我 依法直接被击杀 满活死掉 南方 队友 太不给力了 MVP 替韓国姐说 只是说陈也敌法 败也敌法 这把我觉得不怪敌法 哦不对啊 这把确实不是敌法 完全没过 最后波他刚不过了 没办法了 可能韩国翻译关啊 不捨得打个主机啊 离开第二个 好不想离开这个赛场 他们没有离开 他们叫做拜德族吧 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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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了 这就是拜德族 看看现场 韩国队杀进来了 MVP杀进来了 先干妞比再战帝虎 这就是拜德族